祝福祝福!港片十大尖角之音和小20岁女友,结婚晒恩艾照。 在港片的十大尖角中,你最喜欢谁? 相比黄秋生的血,张耀阳的狂,程奎安的坏,我更喜欢黄紫阳的尖角样,年轻的流氓气质尽险,特别是在古惑仔中的表现,在那时候新一代港片尖角来说,他绝对是出色的。 只可惜他星途一般,混了那么多年在演艺圈中并没有多少起色。 这几年一直都有在内地拍戏,但大多不为人知,就连他的微博,也只搂30万的粉丝,评论的更少了。 要不是香港娱乐周刊去年爆出了他第三度要结婚的消息。 很多人也许都慢慢淡忘他了。 去年9月份的时候,香港有记者意外在婚姻注册处,发现了一代十大尖角之一的黄紫阳,有注册结婚的消息。 已经50岁的他,和自己在内地的经理人Lowow细节良缘,足足比他小了20岁,后来黄紫阳寿放时,也默认了结婚这个事情。 这时候,很多人才重新想起了这位默默无云的港片御用尖角,也想起了他曾经和慧英红度一段情,不过后来分手了。 去年10月份的时候,黄紫阳在社交网上晒出了中西式的礼服婚纱照,表示了自己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憧憬。 10月份回港参加TVB的活动时,黄紫阳被问到和老婆婚后的生活问题。 她直言结婚后会好好养住太太,不需要她出来工作什么的,幸福啊她太太。 日前,黄紫阳在微博上晒出了和太太去了马来西亚旅游的照片,可能是单独一起去度蜜月了吧? 这些照片放出来,哎呦未甜的呦。 黄紫阳看自己老婆的眼神,那是一个韩情卖卖啊。 虽然现在看黄紫阳在眼尖角是没什么机会的了,毕竟港片已经衰落的不成样子,难道再拍一部蛊惑在?没可能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